OK,大家好,我是赫麻 騎士精神2更新,所以搶先 大家這次更新了什麼東西 首先他更新的主要有兩個 第一個是地圖,新地圖 第二個是新武器 但是我覺得大家比較關心的是新武器 攻城奴,他的實用性如何,他的武器如何 我剛剛有玩了一下,攻城奴比較很像 戰弓的感覺,但是他比戰弓的傷害還要高 我剛剛測試了一下 攻城奴他幾個優點,第一點就是傷害高 然後他射騎士的話,如果沒有爆頭 射身體的話,射騎士是90點傷害 然後步兵的話是80點傷害 然後如果是一般的先鋒的話 是好像是60-70D 弓箭手也是60-70D,差不多 所以他比較很克騎士跟步兵 所以說偶王重奴發現了 他的缺點就是第一個彈藥少 但是我覺得彈藥少,你在一次復活的時候 你的射完10發 對,他彈藥就有10發 射完10發我覺得 你就差不多可以換近戰去打了 因為射完10發可能就要很久 因為他第二個缺點就是他鑽鐵速度非常的慢 而且他瞄準的時候,不像我們的弩 瞄準的時候我們可以馬上射 或是攻的時候,瞄準的時候馬上射 攻成弩還有一個小缺點就是 他瞄準之後,大約兩秒鐘 他你才可以射箭 所以他的射擊速度也是非常的慢 比戰弓還要慢 也比一般的弩還要慢 他的優點呢,就是傷害很高 然後剪尾刀非常好剪 所以王仲弩一樣 我前幾天有錄一個弓箭手的教學一樣 尤其是仲弩這把武器呢 弓城弩這把武器 首先瞄準的絕對不是弓箭手 為什麼呢? 因為像講弓箭手沒有加成,加成很低 而且你就有10% 所以你要從最少彩要去發揮 你最大的效應就是射騎士和步兵 OK,現在是第二點了 大家,攻城弩這把武器有一個非常非常特別的地方 就是他可以穿牆 此次穿牆呢,例如說攻城兵的那個 放那個板子 攻城弩可以穿牆 但是傷害會降低 假設我射出去 射到敵人可能是80低 但是我經過穿牆射出去的時候 可能傷害變成67低 包含一些 包含一些那個那個 有一些 關卡不是有一些 他提早放那個佈置物嗎? 不是佈置物那個 障礙物那個也可以穿牆 基本上除了盾牆我沒事 如果有事的人可以幫忙試一下 可不可以穿盾牌 我想應該是不能穿盾牌的 我想應該是不行 這個我還沒有事 我改天如果試成狗 在拍影片再跟他講 基本上可以穿牆 這把武器很特別可以穿牆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OK 如果工程弩的話 能不能玩 我覺得就跟一半人攻擊手一樣 他對團隊的幫助其實 普普 沒有到很大 就是 比較容易拿來收割啦 拿來收割比較多 總歸一句 工程弩還不錯 目前我玩起來還不錯 我剛剛玩了一場 就還不錯 大家可以去嘗試一下 但是玩的時候要特別小心 很容易被針對 因為你鑽鐵速度真的很慢 非常非常的慢 好 新地圖呢 下一次我會錄一場給大家看 然後因為 我錄的時間已經半夜了 所以下次再錄 OK 好 我們今天寫到這裡喔 有問題呢 可以留言 我可以問大家解答 然後我會把實際的傷害 會打在資訊欄 會打在資訊欄 OK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